大家好我是莫斯 今天要玩的游戏是這個 MambleFacial Fire 我現在在解這一個任務 大家也知道這遊戲真的是蠻輕鬆的嗎 其實要解的沒有說很多 也是一個我覺得還蠻輕鬆的手遊 然後進階間就是可以讓你 就是指定就是隨便讓你生 好那我 我其實已經有這一隻了 那我想說大家都在練哪一隻 對啊 海拉也是新角色 所以大家最近也在換海拉 那各位也知道身體認證你主要有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有一隻角色了齁 好那我們來把我們的 英雄的認證拆完這個活動是 合作遊戲參加一次 所以我們要選哪一隻啊 你們不覺得他們每次都很帥嗎 所以我們要配對開始嗎 我到底幫我配最近的人是不是 欸有了欸 這就是所謂的合作模式是不是 哇好像很有趣欸 喔台灣名 凡宗明所以我們要點Ready 喔合作模式有三個人欸 而且都是玩家 那我們趕快進入遊戲看看吧 喔好猛喔 所以要合作打那個嗎 然後其實這邊可以自動 然後 不是你新手交流隊有那個獵鷹 就也有一隻嘛 就是可以讓你升到最終 然後我選的是獵鷹 欸欸欸欸 欸我人在哪 哇這隻手頂一下就被秒了 哇這隻手頂一下就被秒了 喔太OP了 喔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合作模式就對了 有沒有 然後它有一個傷害量 啊這個就是合作模式啊齁 啊每天其實可以幾次 每天可以打幾次 好 那我們就完成這個任務喔 耶 啊我的這個還沒解完 所以我趕快解這個 它現在說 獵鷹的垂直掉落經驗達到三整 我現在解這個新手任務 這個是把它養成計畫 那我先 啊好貴喔 啊各位啊 這每天遊戲上一隻只要記得那個 怎麼講 就是 對 使用終極晶變一次 就是 欸它最高是40嗎 哇 它最高是60啊 欸或是說我們有幾個啊 我如果 我看我如果MAX之後我會好幾個 哇 MAX就整個不見了耶 它說使用終極一片一次 那這個任務也太簡單 我不知道這個幾環 哇一百萬 連影達到50集 哎呀這個故意啊 它會幫我引導我們把它練到滿級 我其實沒有說很喜歡連影 可是它是一個新手 就是 我們大概直接讓它60好了 我瘋了我 我怕我這樣就沒有晶片了耶各位 啊真的沒有晶片了 哎呀 57就快破產了 欸完成了嗎 哇 這邊是所有導覽可以跳過嗎 喔完成了 哇 哎呀我們終於把任務都完成了耶 這邊有英雄的排名 大家可以去看 研究所 收集 然後這邊其實可以強化啊 但是你們的資源要夠 然後看你要強化哪一種 然後這邊還可以派遣任務 這比較算是五腦可以零 嗯 應該算是五腦可以得到經驗值的一個東西 然後可以讓你選三隻去拍 你們覺得海拉很帥嗎 我其實有選那個海拉 所以 喔 可是金石要夠耶 那個結晶要夠耶 其實沒有結晶是沒辦法生的 然後有所謂次元商店 我真的發現結晶其實還蠻重要的 然後大家應該在懷疑說這個可以幹嘛 仿物質生成器 它可以強化東西 然後次元傳送機 我覺得這個比較重要 這個要先強 那大家一定好奇說 奇怪那這個到底怎麼拿 對啊那個黃色水晶怎麼拿 對不對 嗯 我們先領一下獎勵好了 我還有實況版耶 而且我們現在已經把所有人物幾乎都解完了 那你們就可以去戰鬥入場 然後去挑戰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這邊有次元裂縫 你可以偵測看看 然後你可以開啟 然後就可以去挑戰 然後這邊它有一個等級 所以這遊戲最高其實是60級 所以這遊戲最高其實是60級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最高是60級 那我現在主角是這隻嘛 那其實獵鷹要占第二名 你們覺得這隻要練嗎 我覺得貓咪也蠻帥的 可是 我現在貓咪還沒有練滿等 對啊 然後這次要解的就是每日的一個任務 成就 嗯 通常每日任務是比較重要的 那我們就演示一下吧 他說每日任務要幹嘛呢 劇情通關一次 這個嗎 好 先跟大家講一下我的schedule 我的進度 我現在已經打到這邊了 那我是建議各位你都打到三星通關 一定到三星通關 我先給各位參考一下 這邊是主線 那通常我們新手要先把全部的主線打完 那之後你們就可以去玩 那其實這位就是有所謂的掃檔 對 所以如果你們東西不夠的時候 也可以用掃檔的 它可以讓你取得貝歐斯 裝備升級箱跟這個 那 你看我直接票根我就可以 我少一次給各位看 我們就可以取得這一隻 我們就取得這一隻 這個就是裡面的一個角色嘛 那當然你又可以取得他的身體認證 所以你缺哪一隻的身體認證 我們就可以去刷 那當然還是建議各位大大就是 嗯 我們繼續主線好了 就是趕快把後面的光卡都打完了 我現在想要跟各位也是的也是這樣 就是我想要趕快把我們後面的主線解完 然後之後就掃檔掃檔嘛 然後 嗯 我們繼續這一關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獵鷹好不好 那我這隻已經追蹤稀有了 那我這隻已經追蹤稀有了 所以他的技能已經全開 所以他的技能已經全開 好帥喔 然後可以放進喔 然後可以放進喔 我這邊可以開自動 然後他就會幫我們 他就會幫我們找 欸應該說他會幫我們打 其實這遊戲也不用按得很辛苦 欸但是各位觀眾要注意這件事情 他不會幫你放技能喔 這邊也可以開全屏看 點擊畫面按鈕 可是全屏看就是不能放技能 欸我就有一個自動Price 喔自動Price你要三星通關 對你要真正的三星通關 電影還蠻帥的他會飛起來 那如果你們缺這隻的話 你就可以去收集他的碎片 那我 我覺得我們主線就是打得贏 就盡量打好不好 那打不贏就是 你就可以用掃檔的喔 因為這戲呢已經送各位很多張掃檔券了 那你可以拿 你可以拿不同角色上來玩啦 那當然一隻練到最高等 你就可以去練其他隻 YES我們得到拔眼了 哇好帥喔 然後啊 就是這戲很棒嘛 因為他是MARVEL的嘛 然後他裡面有很多隻角色 而且近期改版之後讓他又紅了起來 而且他一直有在初心角色喔 然後 我是這樣覺得說 如果你們缺少張券的話 就是 每天都可以去掃一下 就是 對 那當然是你要真的很喜歡那隻英雄 像是 我還蠻喜歡蜘蛛人的嘛 那我們就是掃十次蜘蛛人 然後收集他的身體認證 齁 那我們就可以有一隻蜘蛛人了 那我現在經濟其實有點多 因為收集官方送太大了 所以送到 欸這隻是誰啊 仿生鳥欸 仿生鳥強嗎 然後我們就是 獵鷹我知道 欸可是這隻是誰啊 夜魔俠 啊啊啊 夜魔俠我們也要啦 喔唷 不行不行 夜魔俠也要啊 然後他限定只有十次好 所以我們趕快把它掃好刷滿 那我們這邊其實不少張喔 欸不是只有十次嗎 喔是最多只能得到十次的夜魔俠 我搞錯了 所以你們就可以把你們love的角色呢 給刷好刷滿 像是我們這邊再十次嘛 反正我們就刷好刷滿 有沒有 我們現在體力很多嘛 那就是 我是覺得 看有沒有你們心仪的角色 你們再停下來掃 不然其實不用特別去掃他 因為其實我現在主線還沒打完嘛 因為我們剛才把新手任務解完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可以去掃我們理想的角色 那我們接下來就可以去掃我們理想的角色 好那我們現在有蜘蛛人了 然後 再看一下有沒有蜘蛛人 嗯 為什麼我這一關沒有三星通關啊 什麼態度啊 黑寡婦牆嗎 一張在哪裡啊 欸 為什麼那麼多黑寡婦啊 黑寡婦到底強不強啊 我們偷看一下黑寡婦的技能好不好 哇 哇 哇 一樣有粉粉欸 跟貓一樣 不過他是槍手 我以為他是法師 不過也是蠻猛的 所以呢 然後這次還會出時裝喔 超正的 欸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的蜘蛛人好不好啊 我們蜘蛛人在哪 蜘蛛人 帥齁 怪蜘蛛人 當然各位可以去用生理任務進階他 阿不然就是 使用精通券就可以直接精通 欸那當然前提是你要進階 進階就是身心 那精通就是有技能 各位兩個之間要分清楚 喔 那也有所謂的精通物質啦 那這邊是精通券 好 蜘蛛人也很帥 給大家看一下我蜘蛛人 嘿嘿嘿嘿嘿 帥喔 啊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我還有若基喔 然後他裡面的角色也很多種 我們剛才不是在收集這一隻嗎 這隻是索爾 真佛斯特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喜歡今天的mamofacialfire的話 可以幫我點個大大的喜歡 也可以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那我們今天這一個手機遊戲就到這邊了 好這隻是不同顏色的一個蜘蛛人 也是很帥啊 嘿嘿